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方向改变的动作方法 常用于防守距离较近 迎面阻截抢球 摆脱防守时 胯下运球的动作方法 以右手运球为例 变相时 左脚在前 右手按拍球的右侧上方 使球从两腿之间穿过 球的落点至少超过身体中心线 左手接球 右脚向左前方跨一大步 上体左转 右肩下压 左脚用力蹬地加速推进 动作关键 身体重心降低 球的落点要超过身体中线 左手接球要迅速准确 胯下运球的练习方法 原地运球练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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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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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人攻防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后运球是一种从背后改变球的方向 借助身体和非运球手对球保护的动作方法 常用于前进速度快 与防守人有一定距离时 建议摆脱防守 背后运球的动作方法 以右手运球从背后换左手为例 右脚前跨 右手将球拉到右侧身后 迅速转弯 按拍球的右后方 使球从背后反弹至左脚侧前方 左脚同时向左前方跨步 换左手运球加速前进 动作关键 以肩关节为轴 转弯 按拍球 背后运球的练习方法 原地双手绕球 放球练习 原地运球练习 原地运球练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进阶运球变形 新进阶运球表现 双人攻防面行 运球转身 是一种利用转身改变运球路线 便于最大线度保护球的动作方法 常用于运球路线被阻截 防守方紧贴防守时 运球转身的动作方法 以右手运球向左转身为例 转身时迅速上左脚 并以左脚前脚掌为轴 做后转身 右手用力运球 随着后转身的动作 将球提拉至身体的后侧方 然后换左手运球 探肩加速 动作关键 最后一次运球要用力 转身迅速 重心不要起伏 转身后 宽部 膝部 及脚尖 对准前进方向 运球转身的练习方法 原地持球转身练习 原地运拉球练习 新进阶运球练习 新进阶运球练习 练习球转身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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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人攻防练习 今天讲说的内容到此结束 请同学们课下认真练习 下节课我们再见